Hello,大家好,我是杨丽,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曲卡之线了,现在要向芒康出发。 芒康我看了一下海拔差不多有4000,我们可能到如美去驻车吧今天,大概是那个方向,走了。 有刹车吗? 前方在道路尽头,作转。 即将在道路尽头作转,随后右转。 现在快两点钟了。 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什么饭店之类的,只有自己下厨了。 然后先拿一条鱼出来解冻,再开一会儿找个路边去吃饭。 我又买了。 哦,这个又摊开了。 先把鱼扔进去。 把鱼拿出来。 这个里面又摊开了。 我得给它整理一下。 这个地方我差一点去年就被刮到了。 还好没刮,去年那高度高一点嘛。 吓死我,前面那个地方。 今年就乖了。 今天吃饭嘛。 我给大家说一下,我们现在已经到盲康了。 滇藏线算是走完了。 现在已经汇入到318这条路线上来了。 对吧? 其实滇藏线就山高一点,险一点,路况还好,它就是比较险。 都是在半山腰的,看着有点吓人,其他的还蛮好的。 也没有什么,也不觉得可怕的滇藏线。 现在盲坑,海拔3800。 好,吃饭。 吃了午饭,然后接着去如北吧。 今天感冒好多了。 煮饭哦。 饭煮差不多了,可以煮鱼了。 鱼15分钟。 这么大一只鱼。 煮鱼15分钟。 今天把饭煮好了。 今天把饭煮好了。 今天能够粗糙一点? 哪天不粗糙啊? 这刚刚好怎么摟不好摟完 为什么不把盘子装出来呢 你来吧 烫吃吧 开瓶油焖粉吧 装在那边脂肪了 对 直接把瓶子放在地上瓶子拿起来倒了 这些是对不对 外面水浆子 外面是很便宜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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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放在地上瓶子里面是很便宜的 走 把贳力做好 她不做好我不敢开车 怕被埃骂 你哪有那么 我哪有那么凶的呀 天天怕埃骂 家丑不可外一样 你搞得我天天在家暴一样的 还家丑不可外一样 我觉得西藏是最省钱的 这不往里太往了 嘎脱症 我觉得到西藏旅游啊 除了加油贵了点 其他都很省钱 要饿肚子了 咋说 因为西藏的饭真的很难吃啊 但是又很贵 又贵又难吃 我们到了 到卢美是吗 我现在停的那个 应该是观景台这边 算吧 我先把脚位称一下 脚下称起来 安全一点 车是斜的 对 车是斜的 这就是窗外的景色 这就是窗外的景色 谁要在跟他们聊天 谁要在跟他们聊天 啥子啊 19年 啊 19年 那时候不是过年的时候 其实不是 就算了我们说的 就是 车达一段时候 下 下